宋楚瑜宣布參選總統要喚起台灣人精神 這是終局之戰 20201月11號 將是宋楚瑜的終局之戰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13號 正式宣布參選2020總統 這也是他第五度參加總統大選 大家都心知肚明 宋楚瑜距離當選 共算的門檻還相當遠 但當楚瑜決定 要踏上政治生涯的最後一旅路的時候 我既不悲憤也不氣累 我的內心反而很舒散 舒坦而自在 因為我知道 這一場的選舉 是處於從政初心 最近的一次 宋楚瑜表示自己起心動念 參選總統 是因鴻海創辦人國台民退選 讓他輾轉難眠 二十五年來 藍綠始終在那邊惡鬥 第三種聲音總是永遠上不了台面 假如我們不改變目前的選舉制度 那我們永遠只能成立於 藍綠情緒勒索跟亡國恐嚇的陰影當中 台灣沒有辦法向前大步前行 福瑜的終局之戰 不激勵 不求名 我的蘇雲個人不打緊 我們只求台灣要勝 中華民國要贏 宋楚瑜的副手人選 是由廣告教母之稱的 聯廣傳播前董事長余湘 我相信主席的十大政見 如果能夠落實推動 就能立刻改善兩岸的關係 終結藍綠的對立 讓全民團結一心 為國家的前途 共同奮鬥 宋楚瑜也在演說中提出政見 表示希望中華民國可以轉為內閣制 降低政黨票門檻 並將民法成年下修至18歲 怕輸就不會贏 怕輸就不會贏 我們用這樣的精神來出發的話 就是希望喚起當初 讓台灣人引以為傲的 這種打拚的務實的精神 打拚才會贏 政黨絕對不能收買蘋果 但你可以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文網